锦西姑姑孙茜豪宅内部装饰 暖色的端正典雅还非常上当次 对于孙茜我们可能是不太的熟悉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顾甄嬛传的话 就会知道她就是里面的锦西姑姑 而且她的表演会让人感觉是特别的机智聪慧的 而且也能够给人一种特别专装的感觉 这样的她总是会让人感觉是有着机场 而且机场也是比较充足的 她的演技让更多人都是喜欢的 自从结婚生子之后 她就会更加少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样的她会选择把家计装修成什么样呢 锦西姑姑孙茜豪宅内部装饰 暖色的端正典雅还非常上当次 他们家在装修的时候 是做了一个比较混搭的装修 这样会让整个家里的装修 给人一种比较美的感觉 沙发室选择了一个公主风的款式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华丽的水晶吊灯的搭配 再让家里的整体装修的颜色 选择了比较跳跃的 这样会让家里的整体装修 变得更加专装典雅的 而且更能够让人感受到 她的一个文化气息的 在给家里装修的时候 环卑客厅的角落当中 摆放了一个装饰性的壁炉 在上面摆放了比较多的一个装饰品 这样会让它变得更加有感觉 家里的地面在装修的时候 是用的一个大理石的装饰 这样会让家里的整体装修 变得更加有质感一些 而且在装修的时候 颜色都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色调 而且它的纹理也是比较匀称的 会让人感觉是更加的有感觉 其实在给客厅装修的时候 更多的是选择了一个 欧式的装修风格 这样也能够把整个客厅 变得更加贵戏一些 也能够让人感觉出家里装修的一个格调 厨房在装修的时候 是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装饰 而且开放式的储物柜设计 会让人感觉是更加有烹饪的心 厨台是做了一个导型的设计 这样能够让人再用起来是更加方便的 家里还有一个地下室 在设计的时候 是选择了一个深浅不一样的颜色 这样能够让家里的整体装修 变得更加沉稳一些 家里选择了一个英伦的复古茶几 这样能够让整个房变得更加有怀旧的感觉